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珍惜每段月 每个相遇 每一天 增加你人格的美丽 学佛人应该救度众生是百分之六十 自修自得是百分之四十 这样你就永远走在慈悲众生的佛道上 痛苦是我们想不通 执着出来的 还有的痛苦是和别人比较得来的 幸福是珍惜得来的 一个人越是斤斤计较 心里会越来越不平衡 烦恼就越多 痛苦就越多 记住了 永远把百分之六十的好处留给别人 永远把百分之四十留给自己 你的人生会得到百分之一百的幸福圆满 有一个人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 他说 泰勒斯先生 你认为人活在世界上 什么事情是最难做到的 泰勒斯回答说 认识自己那是最难做到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别人 别人怎么劝你 自己想不通 别人怎么样能够让你想通的 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来想通啊 所以认识自己是最难的 战胜自己也是最难的 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就更难 然而我们学博人就是要战胜自己的缺点 要认识自己的错误 要重新做人 过去的一定要让他过去 从今天开始 我们人生一切都会改变 因为我们学博了 唯有真正的把自己看得滴滴的 才能做到从鲁不惊啊 大吃大悲观世音无散 大吃大悲观世音无散 大吃大悲观世音无散